现在中国共产党确实是没钱的 去哪了呀 自己都很清楚 但是他拿不回来 然后希望各种力量搞活经济 现在不是说光对民营企业家放宽政策 什么海南能不抓 能不抓 能不不不不不不判不判 是中国的中央政府因为没有钱 没有力量 对所有地方政府的政策更宽泛 给了地方更大的自治权 老百姓就更倒霉了 因为中央政府站在上面 他最起码还想自己的位置能稳固点 有一个长远点的利益 但是一旦中央政府对各地方政府的管辖能力差了 失去了控制的地方政府 在目前的环境下 那会越来越多的官员肆无忌惮地开始恋财 读一读中国几千年的历史 这种必然出现的景象 大家都明白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那么多的乱象 地方会越来越乱 而且中共的中央政府 你放心 对于现在出现的各种各样的乱象 一定是越来越视而不见 听而不闻 没有精力管 没有能力管 大家想想2021年 2022年 出现了2023年 这种地方燃油车疯狂变相降价的事件 出现了现在在广州在南方大量的工业地产项目变相变为商业地产项目这种事件 出现了现在银行系统这种这么可笑流程破绽百出的放贷模式 你们想想以前中央政府会管还是不会管 现在通通都不管了 管不了了 没人管了 哪一个中央的政府部门的哪一个官员愿意给地方政府冲这个大头啊 您下去管了就成为替地方政府搞不好经济 维护不好社会秩序的冤大头 你就给地方政府找了足够的借口 你就要充当垫背的 谁去管 都不管 你没给他钱 你没给他力度 你没有相关的利益给他 你当然就没有权利了 整个国家从上到下一盘散沙 这个自己去感觉 自己去感觉 当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这样 而是有的省特别严重 有的省好一点 有的省还不错 差异化比较多 但是那不好的那就越来越不好 经济越差的地方 中央越支持不了的地方 问题就严重 就像这次沈阳出了这么大的事 强拆万达夜市 数百商户 严重的受损 都上了央媒中央媒体 然后呢就没有然后了 辽宁省不发话 沈阳是不发话 该拆拆 一夜之间所有的人都是狗屎 不管 为啥 只能让沈阳自己去处理沈阳的事 谁也不敢插手去管沈阳的事 你管了你就承担责任 你就解决几方矛盾 那么这些商户受损的天 你就得想办法去处理想办法去出 就像上面我说的 就像上面我说的三个中国小孩 两个22 一个24 跑到泰国去杀人 杀完了跑回中国 泰国警方完全了全部的刑事调查 资料全全移交给中国警方 然后派专人跑到中国来 协助中国警方办案 泰国外交部正式发了通告 对此 中国的外交部门完全牙火 央媒牙火 中国公安部牙火 什么人都不聊 最终这个事仅仅是 浙江省温州市公安局 发了警情通报 在温州市公安机关 依法立案调查后 4月3号 在公安部协调指挥 你看这就带着 什么叫协调指挥 和河北省公安机关的协助下 为什么呀 因为这三个人都是河北刑害人 由湖北警方 将三名犯罪协议人 陈某康 周某甲 周某爷 在湖北襄阳抓获 温州市公安机关 将三名犯罪协议人 依法刑事拘留 案件进一步侦办 谁发的 温州市公安局发的 为什么没人管 人家对等 人家既然是 泰国的公安部的系统 泰国外交部 你最起码你也有个表态 没有 现在出事 能推就推 谁不愿意担责任 连外交上面这种 国际上对等处理 说话的案件 就是这种惯例 没人管了 但我说这个东西 是个性个案 还是大家身边 都在发生各种乱七八糟的事 虽然媒体越来越查封 你们自己 温温不就知道了吗 对 你温温不就知道了吗 对吧 现在那么多地儿 比如说什么 断贷 断供出了事 你看看当地乱不乱 类似于去年唐山打人的事 在各地方现在又都有了 但是绝对没人报到 更不会有人管 那谁管不是给自己添堵添麻烦 摁在自己当地 所以很多地方 东北啊 北方啊 这多 你们都能去看到 山东啊 河南都能看到 很多市政府 县政府门口 特热闹 天天都是示威游行的人群 静坐示威的 拉红服示威的 拦了一批又一批 抓了一批又一批 取之不尽 用之不绝 对吧 野火烧不尽 春生春又生 谁在当地的政府待着 有这个现象 谁自己清楚 当然这种乱世 除了上层有背景 有权力的这些人 底层老百姓 实际上都是最倒霉的 都是没办法避免的 而且这种没钱 这种穷 这种压力大 根本不仅仅是底层 你看中间的金融层 就连以前特别能赚钱 金融圈 基金圈 很能赚钱 很有名的基金经理 王宗和都跑了 不干了 这个大家不知道 在金融圈 很多人都会 他不干了 然后呢 像跟那个王宝强 热恋多年的冯青 仅仅因为欠款 188万元还不了 被法院进行了强制执行 我们也不清楚这个背景 因为冯青都会哼呼 王宝强 而且大家待了这么多年 两个人到哪都相亲相爱 到哪都续恩爱 那为什么188万元 王宝强都没有帮冯青去还清 导致于冯青遭遇了 法院的强制执行 不知道原因 但是外界没有看到 这两个人感情有什么破裂 不知道是不是 王宝强自己遇见了 严重的债务危机 那就不知道了 然后整个的 娱乐圈都紧张了 除了孙宏伟 沈腾这样能跑路的 剩下在国内能动盘的 现在都在直播带货 或直播赚钱 都缺钱 都被剥削的越来越厉害 也就是说 除了最上面掌握权力 和各地方政府掌握权力的 属于中共八旗的核心人员 其他人基本都越来越穷 被剥削的越来越狠 而且属于越来越没人管的经历 对啊 而且由于中国 我也讲过了 中央政府管不了地方 但是中央政府目前对资本市场 证券市场还是有控制力的 所以他还是希望这些市场稳定 您说我愿意拿点钱去玩 在证券市场上做的投资 这我真不拦您 但是所有大盘涨6000点指数 也可能有个股不涨 大盘跌到1000点 也可能有个股不涨 所以您挣不挣钱 这事得看您自己去订 投资可以玩 除了玩以外 不要投资了 不要投资了 但是我讲这个东西还是老话 真的假的 我个人观点 我就是瞎逼逼 一张嘴上嘴尘一碰下嘴尘 个人观点 大家听完了 兼听则明 偏听则暗 还是所有人的话都要听 听完了自己 用自己的思维 冷静的思考 冷静的看 好吧 这个时候你才能有最大的一个帮助 最大的一个利益 好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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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